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据了解 涉事的土锅环工厦怀疑有非法外劳宿舍 倒饿街头的男人怀疑在工厦里面这个单位云低 再被人搬到楼下 警方围奉单位 据了解 涉事单位怀疑是非法外劳宿舍 初步调查显示 事主在单位喝酒时有昏迷 其他人为免被揭发 三个人用手推车将他搬到停车场的出入口 大厦业主立案法团主席说 单位不时有装修工人出入 但不知是否黑缸 他就跟我说 因为昨天见到有两个人推着手推车 一个托着头 一个脚突出来 找针针盖住 我问什么事 他说 他们就跟他们说 他喝醉酒 我问他 你之后推了下去怎样 他说他们自己打电话报警 打电话报警 他以为都是喝醉酒 就叫他们推起出口或等白车来 然后管理署就自己回来做事 但白车来到之后 那两个人就不见了 我知道应该是一班装修工人或三行那类 因为我都见他们周时有车工具 但是他们有没有症 我就不肯定 九龙城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 事发在星期下午大约三点半 警方接报说一个40岁男人 昏迷倒饿在美华工业中心近停车场的出入口 身上没有酒气 送到伊丽莎白医院之后证实不治 警方经过调查之后 以非法处理私体罪 拘捕三个持港澳通行证的内地男人 母线市记者 刘俊玉报道 政府启动好客之道运动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 教育局等多个政府部门 联同旅发局 旅游业界 和零售界代表出席启动礼 政府说今天开始会推出宣传片 主题是行多一步 好客之道 鼓励市民和商界代客以礼 改善香港形象 当局也向旅游业界提供有关接待旅客的 培训短片 也会招募更多义工 尤其是年轻人 在各个旅客咨询中心 向游客介绍各种旅游主题 当局又说 近期见到社交媒体出现不礼貌的行为 所以这次再推广好客精神 过去我们曾经在一些媒体上 是见过一些旅客 受到不礼貌对待的个别国案 这一小撮的害群之马 是影响到我们广大高质素的服务界别的前线人员 也都破坏了香港的形象 现在的旅客可能不再集中在一些过往的旅游点 而是分散到全港 分散到全港的时候 可能他接触服务业的员工也都特别多 可能以前有些餐厅或者有些零售店 他觉得以前多数都是本地的旅客 现在突然接触到多一些的旅客 都作为一个提醒 大家都用一个好客的精神去接待我们的旅客 房屋处的整体零售设施空置率近百分之四 在立法会房屋事务委员会上 多个议员质疑当局有没有协助商务维持经营 一年之间由两点多标升到三点九二 接下来升了一倍 你还看不到这个趋势 应该立即是有一些措施 是他调整一下 在租金上面令到他们的成本降低 能够考虑一下 不要只是纯粹用租药 市值租金 这种方式方法去逼他们 你都给一些生存空间 有很多店铺 其实他都想着同一条村 熬了那个时间 接着他都退休了 商户他能不能赚钱 其实真的好看他 卖的货品是否吸引 或者他提供的服务 是否令到市民需要 其实我们屋邨的商场 人流其实真的很稳定 我们有200多万的居民 他们怎样增加自己的商品的吸引力 或者服务的质素 这个其实都是值得要探讨的 因为只减租未必是会帮到这件事 宣布了重建 其实他的租金是会每六个月 去做一个检视的 即是说如果那个屋邨里面 那些居住人口出现了一个下降 他就会因应这个下降的人口 做一些调整的 水务署正是检讨水费 厨长黄恩乐说 不会大幅改动市级制收费的架构 有酒楼负责人说 业界向厨方建议 家福要少过5% 水费29年来没有调整 水务署在1994、95年度 录得24亿收入 去到2022、23年度 增加去到29亿 不过要靠库房补贴6亿5千万 水务署署长黄恩乐接受报章访问说 现在收获成本比例只有7成9 创了有纪录新低 需要及时调整水费 他说水费占住户开支 大约是0.1%至0.2% 远比其他先进城市的1%至2低 但是不会大幅改动 目前四级制的收费架构 会考虑到市民和商户的支持度 按现时结构调整 也都不会一次过上调整到 其他城市的水平 有立法会认为 当局应该提供足够讨论时间 有酒楼负责人说 水务署上个月曾经与业界会面 业界建议加幅在5%之内 一万呎的酒楼来计算 大约每个月的水费 一万呎计算 大约1万元左右 如果加5% 我们都加了大约500元左右 这一个我们业界 我和会友开过会 也都可以接受到一个加幅 但是少的好的多 任性业水的容量是非常大的 他希望他看一看怎样 加了他二十几年 未加过 现在再加回 我们希望他起码十年后才再加 他相信业界不会将增加的成本 转嫁给顾客 无线电视记者 不价牵不道 环保署推出减费回收约帐 私人住宅在11月30日之前成功签处 可以获提供免费指定带 若将列明参与的私人住宅 不需要尽可能为每座楼宇出入口 或者便利居民的地方 设置至少一套分类回收桶 至少收集六种可回收物料 包括纸张 金属 塑胶 玻璃容器 纸包饮品盒 和处寓等等 如果处所正是申请智能厨余机 就可以只回收纹种物料 回收物需要安排回收箱处理 并且每三个月提交证明文件 或者送到陆在区区 但是只限非厨余物 环保署会向11月30日之前 成功签处约彰的处所 派发指定带 住户每两个月 可以获40个指定带 为期六个月 回来新闻时间 先看看金融行情 恒生指数 今天收市是报18403点 升323点 总成交超过1323亿 最会有港股收市价 腾讯控股升15.2 盈富基金升3.2 阿里巴巴升1.75 恒生中国企业升1.36 美团升3.9 比亚迪股份升11元 中移动升1.1 中海游升1.5 南方恒生科技升1.26 兼施银行升8线 再看看其他主要蓝筹股的表现 汇与风向股升5号 油邦保险跌6号 中移动升1.1 港交所升4.8 香港中华煤气升8线 恒生科技指数报3784点 升93点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6点 巴黎剑指数升20点 德国DAS指数升134点 其他消息 七个男女否认串谋爆炸等罪 在高等法院逐审 控方证人彭君豪继续作供 串谋爆炸案第26日审讯 彭君豪说2014年认识同谋者 吴志鸿和另外一个被告 许湛荣 说吴志鸿是社运 教激进组织铁马组的 头号人物 负责倒路 冲击警方防线 2019年6月 吴志鸿指点他 问他有没有参与示威 去到元朗发生721事件之后几日 吴志鸿再指点证人 说要入元朗报仇 三个人在27号 联同曾经参选区议员的 刘伟德到场 冲击警方防线之后离开 证人又说去到8月27号 应吴志鸿的邀请到旺角 和吐龙小队队长 黄振强等人会面 说要安排人手到台湾军 分两个星期 会由刘伟德资助 又透露当时已经有两批人去过 民主派处谋颠覆国家政权案 一共40人聚成 美国国务院宣布因应案件 对负责执行国安法的内地 和香港官员实施新的签证行制 在北京 外交部警告美方如果实施有关措施 中方将会反制 有关行径公然干涉中国内政 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中方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香港特区执法和司法机关 依法履职 惩治各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合理合法 中央政府对此坚定支持 我要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预 如果美方对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 实施签证限制 中方将坚决反制 外交部回应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 一前在新加坡香格尼拉对话会 发表涉及南海问题的演讲 说小马赫斯有关表态 罔顾历史和事实 歪曲森染海上的事实 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争端不断 菲律宾总统小马赫斯 上个星期五 在新加坡出席香格尼拉对话会的时候 展述菲律宾领土范围的法律依据 声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南海仲裁裁决 都承认非方的合法权利 是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基石 又不点名批评中国在南海采取非法 脅逼和侵略行为 侵犯非方主权和管核权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说 小马赫斯有关表态 罔顾历史和事实 歪曲森染海上事态 重新中国对南海诸导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方在本国管核海域展开正常的巡航执法等活动 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在内的国际法是无可非议 强调菲律宾领土范围不包括南海诸岛 非方通过所谓群岛基线法案 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 提出非法领土主张 严重侵犯中方主权 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又说所谓南海仲裁裁决是非法无效的 中方不接受也不承认 对于南海局势近期升温 外加部说责任完全在非方 批评非方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频繁在海上侵权挑衅 制造事端 伙同域外势力在南海炎耀武力 散播虚假讯息 误导国际社会认知 强调现时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各国依法享有航行和飞行的自由权利 中方愿意继续和菲律宾等东盟各国一度 管控海上分歧 深化涉海合作 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敦促非方立即停止海上侵权挑衅 尽快回到热对话协商 妥善处理海上矛盾分歧的正确轨道上 无线电视机者沉入三幅道 皇家澳洲住币厂 在坎培拉复办疫情后第一个前币展 吸引了大批前币收藏爱好者参与 前币的面积 在这个展览已经变得不重要 更值钱的是背后的故事 一年三日的前币展 吸引全国前币收藏爱好者 串州过省购买他们心目中的完美硬币 有参加展览的人说 是受曾祖父母啟化收藏前币 收藏前币的喜好不分年龄 这位爸爸说 11岁的女儿对前币始统人物已经到背如流 由于今次是驻币厂自疫情后复办的首次展览 部分前币爱好者可谓特别阔却 例如英皇查理斯三世的新币 二战75周年纪念币 和消防员主题的硬币都成为抢手货 无线电视记者 简明信报导 内地侦破英国军情六处 策犯一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夫府做间谍 国安处拉多一个男人 涉嫌和周幸彤等人 发布煽动铁门案有关 据了解是周幸彤的舅舅 台湾基隆发生山崩 击中多架车 至少两个人受伤 大家好,我林可盈 内地国安机关征破英国军情六处 策犯一队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夫府的 重大间谍案件 在北京外交部说中国是法治国家 国安部公布的案件有事实支撑 国家安全部在微信发布的新闻稿说 姓黄的中央国家机关人员 2015年透过中英交流项目赴英留学 军情六处看准他的核心涉密纲位 迅速批准留学申请 并且在这名中方人员抵应之后 得意派人特殊关照他 又邀请他参与饭局和观光 希望能够了解这名中方人员的性格弱点和爱好需求 军情六处人员其后派员 以校友名义在校内接触这名中方人员 声称可以介绍他做兼职咨询工作 并支付较正常咨询费多几倍的高额报酬 在这名中方人员答应之后 以公开研究项目为名 逐步涉及中方内部核心情况 军情六处之后再派员表明身份 并以更高报酬和安全保障 利友这名中方人员为英国政府服务 这名中方人员答应之后 军情六处对他进行间谍训练 之后回国潜伏 搜集涉华重要情报 军情六处其后再威逼利友这名中方人员的妻子 一同为英方做间谍 他的妻子最后答应 国安机关经证物侦查 掌握确实证据之后 对王氏夫妇依法审查 一举划出英方在中方内部 安插的重要钉子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征办当中 中英相方近期互揭间谍活动 令到关系持续转叉 继中国国安部今年1月 公布一宗英国秘密情报局 利用外国人员从事对华间谍活动的案件之后 英方在4月5月 先后起诉5名男子 分别向中国提供损害性情报 或者为香港的情报机关 执行任务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英方 借着所谓的中国间谍议题 肯定有事实支撑 报线电视记者 陆子奇不得 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涉嫌发布据煽动意图铁文案 警方国安处再拉多一个男人 据了解是周幸彤的舅舅 警方早上在沙田区捕捉了一个62岁男人 正被扣查 据了解 他涉嫌协助散布信息 警方上星期第一次引用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捕捉了周幸彤等7个人 涉嫌利用社交网站发布鲜动意图铁文 案件至今已经有8个人被捕 其中一个人更加被揭发在网上订阅平台 而今前资助潜逃的罗冠聪等人 消息说他是前支联会常委 关振邦的太太潘右锤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 辩方律师说黎智英身体不舒服 申请缺席审讯 法官押后到明早逐审 审讯踏入第87日 控方原定继续播放以黎智英为嘉宾的访谈节目片段 辩方律师彭耀雄说 黎智英身体不舒服 全身战斗 虽然前一晚求医 但是只是获处方迫热息痛止痛退消药 申请缺席审讯 希望求疑 法官道立兵提到 天气险介 加上黎智英老迷 建议安排到医院检查 障案件后到明早逐审 洪峰说会与警方和情交署联络 警方说有骗徒 假扮偵探社职员 法律团队等 声称可以协助受害人追讨骗款 但是其实是另类骗案 警方呼吁市民提防这类疑似骗案 被人骗了想拿回自己的损失 小心被人一骗再骗 一个女人四年前因为墮入刷单骗案 被人骗了百万元 她今年四月在社交平台 看到一个律师团队的广告 声称可以帮她拿回这笔骗款 随即联络对方 说骗款已经转到澳门的博彩集团 要求她在网站开户传钱 说要跟集团对赌 还说一定会赢 等她自己赢回当初的骗款 她最初成功拿回几千元 之后再传入超过110万 想拿钱的时候发现不成功 最终决定报警 发现集团是由骗徒假扮 同样二次受骗的陈先生 去年七月在骗案里损失60万 两个星期之后 看到类似的广告 加上骗徒的聊天群组 经常有成功例子 她信以为真 先后七次将21万 传入不同户口 作为服务费 最终也因为未能够拿钱 发现再次被骗 受骗人在损失了第一次的金钱之后 朝思暮想 都是想拿回一些钱 心灵上的损失都很大 他们会觉得 为什么我会这么蠢 会被人骗了 突然间有个人 告诉你 我可以帮到你 一定会很想相信他 警方说这类二次骗案 今年头半年已经有六宗 涉款大约880万 最大一宗被人骗了600万 据了解涉及一名男中医 有一些受害者是收到一些钓鱼的短讯 在WhatsApp里面 去假冒一些律师 然后展开一些对话 然后就进行这个二次的诈骗 警方有提醒市民寻求专业人士协助之前 应该充分了解对方的背景和专业资格 如果怀疑受骗应该立即暴警投助 警方又说今年第一季 科技罪案和网上投资骗案 比去年同期上升 当中不少涉及假冒官员网站等 无线电视机载等刑不得 入境处继续打击黑工 拉了四个内地男人 涉嫌在香港提供清洁服务 四个19至30岁的内地男人 包括一个清洁公司负责人和三个工人 由入境处压走调查 他们全部人都是以访客身份入境 入境处早前发现 这间公司利用小红书宣传提供清洁服务 以3元到5元一尺收费 并且以现金交易 每次收到订单之后 早立刻攻离香港工作 厨房放蛇假扮顾客 声称要清洁服务 之后将他们拒报 港股六月份开局做好 收市升超过300点 恒指连跌四日之后有反弹 承接上个星期五美股的升势 大市高开203点之后升幅扩大 最多升494点 从上18500点 收市升幅略为收窄 报18403点 升323点 成交有1323亿 暂时都未脱险 当一个超卖的反弹 因为说我们16000升到19500 但回回来那一刻都很狠 有少少是超卖的反弹 当然这个反弹都很厉害 但最稳定的当然是 希望多一只脚 起码落到18100 大成交点上来 内地上个月 汽车销程理想 理想汽车和比亚迪升5% 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 因为政府收地 而获得超过57亿元 补偿的行比 升近2% 澳门上个月的赌收 创疫情以来新高 金沙和银鱼升1-2 科网股带动大市 阿里巴巴 腾讯和美团升2-4 多只股份创超过一年新高 中移动和联通升幅超过1% 石油书出国组织和盟友 延长减产至到明年底 以支持油价 中海油曾经高建21.7毫半 创历史新高 无线电视记者李宝线不道 台湾基隆发生山崩 碎石击中多架车 至少两个人受伤 有目击者拍到山崩发生的一刻 大量泥石不断由山坡淋下来 当时旁边仍然有人 开电单车经过 示范在下午2点多 看拍画面见到 基隆潮景公园入口一柱山坡 有大量巨石跌落路面 有多辆私家车被击中 部分甚至被掩埋 救援人员到场之后 逐一确认车里面有没有人被困 并且出动挖掘机清理巨石 回来新闻时间 南韩总统韵石月说 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可能寻藏多达140亿桶石油和天然气 已经批准有关部门展开转谈 韩乱社报导 韵石月星期一宣布 朝鲜半岛东部 慶上北道 普汉市迎日湾近海 很有可能寻藏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可以满中南韩29年的天然气需求 和4年的石油需求 韩石月已经批准转探计划 预计耗资超过5000亿韩元 只合大约28亿港元 在年底开始施工 春年上半年会有初步成果 南韩因应北韩垃圾气球风波 决定终止南北韩919军事协议 相关议案明天由内閣表决 北韩近日向南韩投放近千个 挂有垃圾和污蔚物的气球 引起南韩不满 南韩国家安保室说 政府决定终止南北韩2018年签署的 919军事协议效力 直至双方恢复互信 说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和相关部门开会之后 作出有关决定 与会者认为 北韩近期的挑衅行为 对南韩国民构成实际损害和威胁 又说有名无实的919军事协议 阻碍南韩军方维持戒备态势 二案将在星期二的国务会议表决 南韩军方说准备好报复北韩 919军事协议是2018年南韩时任 总统文在寅 和北韩领袖金正恩 在平壤会谈期间签署的 平壤共同宣言的附属协议 内容包括在两韩军事分界线附近 设置禁飞区 暂停军事演习 禁止采取任何军事敌对行为等等 南韩去年11月因应北韩发射万里镜一号军事侦察卫星 已经终止协议部分条款的效力 恢复前线对北韩的侦察工作 北韩随后宣布不再受协议约束 并且在军事分界线附近部署军队和武器 北韩已经说投放垃圾气球 是报复南韩向当地空投政治传单 南韩就说不会要求公民团体停止散布传单 说法院曾经裁定有关做法属于表达自由 无线电视记者沉为三博道 澳洲政府将会立法 禁止分享以人工智能心艺技术 偽造的色情内容 违法者将会判囚 新法例下 分享未经同意的心艺色情材料 可以判监禁六年 另外在未经当事人同意底下 以心艺技术製造色情材料 可以判七年监禁 新法规只是适用于成年人 如果涉及小朋友 将会由现有的儿童法规保护 澳洲政府说 未来一个星期将立法提交国会审议 预料会获广泛支持 93岁的传媒戴亨梅杜 第五到结婚 第五任太太是67岁 俄罗斯出生的退休分子生物学家 余霍华 新闻集团星期日发布93岁的梅度和第五任妻子余霍华 上个星期六在美国加州 梅度一个酒庄举行婚礼的照片 据报职业美式足球队新英格兰爱国者的老板 克拉夫特夫妇 以及新闻集团行政总裁汤姆森都是奔客之一 67岁的余霍华 是一名退休分子生物学家 英国每日《邮报》报导 两个人是透过梅度第三任妻子 华裔的邓文迪在派对上认识 梅度去年曾经同退休口康保健员 萊斯利·史密斯宣布订婚 但是两个星期就解除婚约 据报他大谈福音派观点 惹来梅度不满 报导说梅度没多久就遇上余霍华 两个人去年夏天登上私人游艇 在地中海度假几个礼拜 今年3月宣布订婚 出生在俄罗斯的余霍华 1991年移居美国 前夫是俄罗斯石油亿万富豪余霍夫 两个人的女儿达沙 曾经同英超球队车路士前班主艾巴莫绿志结婚 梅度的四位前妻 分别是澳洲空姐袁佩布克 这段婚姻维持大约11年 1967年梅度和记者托福结婚 是暂时维持最久的婚姻 长达32年 他之后迎娶世30岁 在香港认识的华裔妻子邓文迪 14年之后离婚 2016年再同美国演员 兼超级名模霍尔结婚 3年之后又离婚 梅度和四位前妻分别生了6个子女 梅度已经在去年交棒给长子拉克伦 据财经杂志福布施股算 梅度和她家族的资产净值接近200亿美元 外界关注这位传媒大亨 离婚之后会否被人分身家 但据报第三四任妻子都签了婚前协议 金融时报就报道 梅度和余科娃结婚 相信不影响梅度旗下信托基金 持有的四成新闻集团及博士持股 无线电视记者六子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